安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企業ESG報告書 ESG報告書 最近應該很常去注意到這個話題 而且是在264的今天 那事實上永續報告書 它的剪接車心的精神就是永續發展 然後把它寫成一個報告書的方向 那事實上來講不外乎就是你這個企業後面的一個長遠的發展 只是比較著重在一個點就是說它是在節能減碳 說白了製造某部分來講也是一種商業模式 只是說它是一個比較宏大的商業模式 那不外乎就是節能減碳、綠電、碳排、碳中和 碳中和就是我今天生產的東西 但我可以從地方給它補起來 我沒有去製造額外的碳有這種概念 那來講就是說如果說你今天來講 那你如果生產的大魚 碳中的太多了 那你可以買碳全 或買綠電碳全 去買一些人家有碳的權益的部分 你可以多放一點碳 那事實上來講 這個事實上有的人就會 腦筋講得較快的人就會 這裡面是不是就會有那種所謂倒賣倒賣 比如說我今天的碳全 我今天收購來10塊錢 然後我賣給你需要的企業 是5塊 我是算5塊了 倒賣倒賣 這個事實上又是變相的倒賣倒賣 這以前來講就是說 電鋪商的倒賣倒賣的聲音 被人家收掉了 那現在來講就是換這種大型 那這種碳全的倒賣倒賣 這絕對不是一個小公司 中小企業能幹的 它一定是一個大規模的企業 大規模的組織 大規模的國家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事實上來講 這個來講 就是很多人來講 這是一種大組織 大企業 很大的一種國家 來去做一個經商之道 做法就是這樣一種核心 但我們不能說 但你說永續發展 是為了社會 為了地球 是沒有說 但是長遠的精神 它的核心的本質 有點這樣的概念 那永續報告書 ESG永續報告書裡面來講 市場來講就是你的規劃 你的供應鏈裡面 你的供應鏈裡面 就好比說 一般來講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一個大品牌 他說好 我今天要承擔這個社會責任 一般來講就是承擔社會責任 OK 那你想大品牌呢 就跟在職場社會一樣 有沒有 你一般來講在社會來講 很多團體職場 一個一個架接下去 責任是往下分的 所以大品牌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他會說沒關係 那我這個假設我今天這個商品 我是有一百種零件 那一百個供應商找來 來每一個人承擔一些 按比例分配 那這個供應商就不要了 不要是不是 好沒關係 那我就不在我的供應商名單裡面 我的報告書裡面 事實上就沒有你這個供應商 你就不配合 不配合 有可能你就不在這個裡面 那事實上供應商就會 我為了要接到這個 所以我必須寫 所以供應商來講 他必須要去 他必須要去 綠電 探中的就綠電 所以就倒逼 有沒有 事實上來講 有一個很奇怪一點 有一個倒逼這種所 供應商 我們講大企業在經營探權 但是供應商他沒有了 他就需要綠電 那時候怎樣 他可能也沒有自己去 有綠電的設備 他會去買探權 那時候就來 我探權的主持人來賣 要不要收 要收 你必要嗎 你要不要接訂單要 所以就這樣 一來一往之後 就會變成一種商業模式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來講 有去報告書裡面 有去報告書來講 他是不好嗎 不是 他本來你社會就會有些企業責任的部分 政府就把它回背到 下降到社會的企業中取錢 這些責任 然後企業的部分 你要我承擔可以 那我的費用就先變高 那我的價錢就變高 對不對 那我的勞工來講 我就從勞工的薪水那邊剝奪一些 利潤減少 你們蒸發出來的福利 員工福利就變少 那我賣的價錢變高 所以一般消費者價錢就會變高 那你一般的壽性階層 員工裡面的薪水就會變高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成本嘛 共體實證 要不然你不要做換別人做 所以一來一往之後 最後吃虧到一個 我們常常講的一種責任轉嫁 或是說壓力轉嫁 到這樣一樣 最底層最辛苦 這個事實上 在這個社會來講 都是這樣子 所以越底層越辛苦 邊際條件越後面越沒有效益 而且越底層越辛苦 這事實上在整個職場 或者整個社會來講 一直都處於這種情況 所以事實上 為什麼事實上 也有很多 有一些人就是說 例如說他在階層 一直沒辦法跨越 他過得OK 可是他就會覺得 那你為什麼沒有辦法跨越階層 這個階層 事實上有這樣子的一種 辛勤的一種情態 好 那我們今天講也是永續報告書 所以變成是說 在這個你的永續經營的部分 那事實上這個部分來講 事實上就會變成什麼 你的一個報告裡面 這就是一個綠碳 可是綠碳來講就是什麼 有部分來講就是什麼 就是一種形象宣傳 那我們是綠能的 我們是愛護地球的 所以以後商品就會更強調什麼 我們是綠能綠電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子 那事實上在更上面的人來講 事實上就是一種 就是說我今天可以賣碳權 我今天是以國家的立場 國家機構去賣這樣的碳 那這個碳來講 也不是他碳權 不是他自己 那就是他表比說 你今天然後有工廠 他去生產了綠電 然後就賣給了一個儲備設備 然後就會有 那有的人 事實上綠電 他有的綠電就用的比較多 有的運用比較多 多出來就賣給人家 可能有碳權或什麼之類的 那他多出來的碳權的部分 例如有些碳權的部分 他就可以賣 然後賣的部分 這種所謂的中間機構 就給他賣給更需要的 例如就是說只有灰電 灰電來講就是說 沒有綠電的 他就用灰電 比如說你今天一樣 有些店你還是必須得生產 還是有 你要讓你這些店全部都毀掉 不可能 你要活力發電還是會用 活力發電產生是火焰怎麼辦 就是用碳權來彌補這部分 可是你說碳權綠權 綠電怎樣 事實上這是很多的遊戲規制在裡面 這常常講的商機就在這裡 所以一來一往中 事實上是什麼 永續報告書的核心動力 你可以說實在核心動力的一個引擎 在這裡就在這裡 所以事實上來講 有些報告書來講 事實上你企業本來是個永續經營 你說實在的話 一、二十年前你聽到說 你企業的夢想是什麼 永續經營 所以永續報告書 事實上名字取得也很貼切 你要永續經營 那你要有七位責任 你回歸企業 所以以後你是個企業家 你不是只有一個商人 商人是一個做生意 企業家你是回歸 所以你要有企業 永續報告書 事實上就是說 說實在話也是定的死死的 把企業家定的死死的 然後至於企業家 會不會變成另外一種奈普曼 另外一種所謂的中間階層 最後被犧牲掉 這個就很難講 真的很難教看區域性 所以等於說永續、綠電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噴破 事實上來講 現在很多已經開始在做什麼 做太陽門的部分 太陽門發電 發電完之後 有些電它可能沒有那麼多 它就可以賣給人家 就有太陽門的部分 像你說學校、公園、大型的 還有餘煙公升 或很多的營養地 種地、種電 這都是有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事實上 這都是為了永續的一個 BSG的一個部分 永續發展 永續報告書的一個部分 所以事實上 每一個企業它就會去訂自己的永續報告書 可是這個部分來講就是什麼 那事實上你說 這個永續報告書 事實上跟有一個東西很像 有觀眾朋友可能會感覺說 對 它就跟企劃投資案很像 對沒錯 就是說你今天人家都會來投資你 等一下 來創投 不然是創投還是什麼 對一般來講獨角獸企業 一般常你要創什麼 新創是什麼 我對一個東西我有idea 然後我去發展 發展來講 你不見得很有規模 你可能只是初期幾個人這樣 在車庫這樣 這樣的一個 這叫新創 那人家運不運投資你 這是一個人家可能看小 那獨角獸是什麼 獨角獸是說 當你這個東西已經做到一定的一個影響性 不管說規模 就是說你有一定的一個能見度 會有一定的一種 已經感覺到 結果這個東西已經可以就是 有beautiful 有很棒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這會被稱為獨角獸的部分 這是對獨角獸 所以兩個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說 那如果是說像創投有沒有 電子投資 他們要投資什麼 如果投資輕創 就是信任你 給你一個機會 那如果投資獨角獸 原則上那個不叫做信任你 那是什麼 說白的是一個 就是他做了一個安全的投資 對你來講就是一個錦上鐵掛這樣 因為就算不是他投資邊也是可以投 因為你已經做出了一定的成績出來了 兩個本質上是有點像一個區別 OK 好讓我們今天拉回來永續各一個部分 所以永續的部分來講 他事實上你在整個企業 你在做這些東西來講 事實上他就是你的 你的目前公司的方向 你的租金 不管說報告可以公開 但怎樣 架構事實上是像的 這一點就是在寫跟我們客傳報告一樣 我寫一個方向 我寫一個願景 我能不能達到是一回事 客傳的東西來講 是由所做的內容 跟所實際上是有點不一樣的 事實上我覺得那個也是一種 蠻大的一個點 事實上有些來講就是會去做報告 事實上來講很多人 很多人會詬病說很會做報告 可是事實上比特來講就是說 對的確報告 但是報告這種東西 他可以把東西給寫的 對他舉例來講 一份報告就一個人 他做一個PPT 這份報告來講 事實上他真的什麼都沒有 但他可以藉由這些東西 呈現一個輪廓 事實上也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他的確是容易說故事 所以事實上來講 這是一個永續報告 核心的部分 架構的部分 對你可以拿來做一個 所謂的創作分離延續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永續的部分 它是回歸到一個比較核心 就是你的碳中和 綠電 碳液價 很多來講就會去算 你的氣候造成什麼東西 你要去部分 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的供應商 你要去約束一個供應商 供應商能不能當到一個攤 選擇優質供應商 你就會發現以後 供應商 事實上又回歸到一個點 事實上你供應商 那你會發現 事實上很多大企業的供應商 也並不是一個大公司 也就是一個中小企業 所以事實上 在中小企業來講 你要這些中小企業去做 所謂的綠電設備來講 事實上就有難度 他就不要說做投入 他怎麼去規劃都會有個問題 所以到最後比較有可能的情況 他們就直接去買探權 或買綠電 那這個來講 事實上就會好比有綠電 我收了很多的綠電 那你產綠電 你收給我 假設你賣給我是10塊 然後我如果有個儲物電設備 那人家要我配線再轉過去 然後就怎樣 就變12塊13塊就賺了 所以事實上都有一陣子 台電那時候要迷移化 事實上很多人搞不清楚 事實上那時候如果以政府的規律來講 他就是在為這種所謂的綠電 你在做前置 都可以想那個是之間差多遠 因為事實上現在電 就是幾乎可以民營的部分去做 為什麼要這樣子 有人會搞不清楚為什麼 事實上那個就是跟綠電 有很大的一個背景 如果那時候只是為了民營的話 有人說是關上勾結 那有可能 但你如果是說 不管你說是真的規劃那麼細 還是誤打誤撞 目前來講的確是這樣的部分 他就是有助於綠電 因為綠電來講 如果全部都是由政府公管的 因為盤來為什麼 因為政府適合做很大很大的 但這種綠電來講 綠電很多來講 地熱、熱烈節 對不對 然後還有什麼風力、水力 它都是很小眾的 它是很小眾 有人說那這種可以量販 有一個很大的點 舉例來講 有一些東西好想 假設像熱烈節 熱烈節可以做很多 事實上熱烈節 你要在那個什麼 企業它很多的 我們家生產來講 一定要做到一個什麼 你生產的一個效率 你的效率 如果你的效益 效益如果不高的話 事實上你生產越多 是賠越多 工廠這也有個理解 那像熱烈節來講 這不是熱烈節OK嗎 可是它會有個點 我們如果熱烈節比較專業一點 那熱烈節來講會有個點 你熱烈節的東西 如果是混雜的 它有可能效益就不高 熱烈節很多事情它要配置 比如說今天它會有一個材料 例如怎麼配 你木材這樣燒 不好燒 你全部丟草 很好燒 但是都是煙 那你就是有點木材加上一些草 很好燒 然後又有塊 然後又有火 這個比例就是什麼 黃金比例 你要自己挑 一樣就是變成又是一種 商業的一種部分 所以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很多東西來講 就是說你多的中小企業廠 它不太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因為它畢竟還是專業 例如說它本人就做車床 那你要它去做這種熱烈 它本人是做沖床 那很奇怪 所以它一定是這樣 它最好是去買 所以人出來這個東西來講 就是你有需求 我就有服務 可是這個東西來講 沒關係 以後也是有小型的所謂的這種店 是沒有錯 可是問題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你為什麼要跟它買 第一個你特殊性 第二個什麼便宜 如果這東西是個大眾型 就是便宜店來講 便宜店來講 店會很特別 沒有就是一個店 所以你會跟誰買 你會跟台電 台電比較便宜 一定要有政府的規則 但是如果是說為什麼 你說台電為什麼 給民營民營會轉 但主要是因為台電 沒有去做綠店這一塊有沒有 這一塊給民營是合理 因為它比較細 可是民營裡面就會有分 大公司來講 它的成本就會壓低 小公司又比較低 所以久而久是這種綠店 這種東西一定又回顧到一個人 一個民營版的台電 類似這種情況 所以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永續報告書或綠店的部分 它事實上是一個點 所以事實上來講 你說這個來講就是個綠店的議題 為什麼講永續報告書 綠店如果說要你就單純用綠店 都實在化的 你要人家去說服 人家不太能接受 但是如果你用永續包裝 這個地球的美好 社會責任 這就很高大上了 你企業要你付錢 你就是要我付錢 要我來徵稅 要割我的肉 但如果是永續發展 你是一種企業責任 你賺越多是不是應該要給越多 類似這種情況 只有金屋重點壓下去之後 說實在化的 你付的也很甘願 你是付企業責任 拿的也很甘願 就這樣 那就很開心 所以事實上 以前來講就是說 企業它是一個責任 它是有人做公益 或者做東西 看不到效益 看不到數據 現在來講就是什麼 我們數位化 我們有數據化 我們有紀錄化 你如果是用碳卷 這就是可以活脫脫的一種 各位就可以想想 碳卷事實上就不是一樣 漲漲跌裂的部分 它事實上裡面 就會有很多的賞機在裡面 只是說這個部分 也是被一般人詬病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賞機 真的是一般能讓得到的嗎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 待異 等待決議的部分 等待商業的部分 可是事實上來講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 綠店的大公司裡面的員工 你應該是會鋪滿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一般來講 除非你公司可能偷 但是至少它看起來是一個什麼 但是你說我是綠店的公司 就一定行 未必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那麼大 你被A掉 你被競爭掉了 內卷掉了 你有可能更慘 所以事實上來講 這就回歸到另外一個點 就是企業 行業很行 可是行業的部分 是不是每天公司都是這樣 未必 以前是大阿康 每個人都有的吃 只是吃大餅或吃小餅 現在不是 現在是大餅 把小餅就納掉 小餅可能就沒有餅 這個是一個點 所以永續發 永續報告書裡面 事實上裡面它就是什麼 一個企業成的責任 然後企業應該要做的部分 或企業的一個方向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長久 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 這個東西大家就一直覺得 什麼碳中和碳計算以後來講 就是什麼 事實上平心而論 就有一點感覺是什麼 它就是一種名證嚴肅 要多交費用 而且這一筆費是一種很活脫脫的 就是一個費用 當然對地球是有影響沒有錯 但整體來講 它就是一種要徵收的一個清潔費 環境的清潔費 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有點過路費 保護費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今天這一集來講 我們並不是說 用一種比較負面的部分去講 而是說 它的確就是一種費用 這個是一種 好像也沒有辦法去 去否認它的一個東西 所以等於是說 應該來講 事實上應該來講 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很多人事實上會思考一個點 就是說 事實上很多人 老闆會思考一個點 就是說 那我這個東西我就 很拖嘛 拖就拖嘛 可是這個東西 它又倒逼你 我們剛剛有講 企業就會盡量不做 合理 可是事實上就是 你今天的大品牌 你今天就來供應鏈 你不要這個名單 供應鏈裡面 你的供應鏈有沒有這個名單 就好比說 你今天這個大品牌 你在它的一個整個 永續報告書裡面的供應鏈名單 你可能要其他 可是我今天小掌沒掌 對沒有掌 可是我們講是大工 它一定會從大品牌開始 蘋果 例如說我是接蘋果的 我是接大公司的 很多的一個部分 特斯拉的 開場這些大公司所 一定都是這樣子的 不管是國家主導 還是所謂的財法主導 一定就是有這樣的合作關係 那你這裡面就會看 就會倒閉 那你就會看大供應商 大廠商 例如像大工廠 它都這樣做 小工廠一定會被影響 因為這東西就慢慢過山 那很多小廠 事實上就會有一個點 我們常常講 成本就會增加 因為有一些工廠 它本來的利潤就是抓得很剛好 那既然整個上去之後 上去之後 那你的價錢就變高 那我們常常講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就反映我的物價 一樣 那我接著我的出貨價就變高了 成本就變高 整個一來一往中 事實上有成一個點 那你就說 天啊以前就是這樣 那現在就是這樣 對 那這時候就是怎樣 那這時候就要看了 你這時候就要拚 那這時候就要拚 那為什麼你價錢變高 我要買 那你沒有特色 那我買基壽 那為什麼價錢變高 要買 不會這邊比較便宜 因為它整體用的是 整體的價錢 成本上比較低 那用它 那你成本高了就會變 那一來一往中 你本來的生產的一個 就效率就比較慢的 你單價就比較貴 因為你沒有辦法壓力加減 然後現在這個成本 有一來一來 你必須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是有點變成大公司 去倒閉這種大供應商 然後小幣公雅的兩萬 可是當它變成法律全面 一個倒閉的時候 法律整個一通過 以後就是要這麼做 它現在還沒有法律 因為現在法律可能會大 會愛生便宜 它就是讓大供應商 大公司 大工廠先做 等流行到一塊 大家都穩定之後 統計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用法律把它執行 全面性的 那這時候 跟不上的一定是那些小廠 就很慘 或者是說 傳統性就是說 而且很難轉型的 就很慘了 就是說轉型來講 就是說有些可能是 你的溢價 就是你本身的那種 溢價是溢 這邊不是倫溢的溢 這邊的溢是溢出來的溢 所以你本身的價錢 你有辦法再去提升 就是你提升你的價值 提升你的品牌價值 那如果你有辦法提升 那你可以開過這一塊 沒有問題就買 那如果沒辦法提升 那你怎樣 你就一定要自己去吸收 那你就怎樣 一定要在你的場面去做這樣的部分 去強化你的綠能 這一塊的一個部分 等於是碳中和 一般來講就是碳中和這一塊 那如果你可以開過 那你說明可以升 那如果你沒有 那你本身的在市場上面 又沒有那麼好 以後是特性化來講 這就回了不差 所以事實上來講 這才是一個永續 ESG永續的一個 永續報告書裡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核心 它也是一個比較長遠的部分 那事實上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 是有點比較 比較客觀的去講這個部分 並不會著重在說 一定要怎麼樣 或什麼 要客觀去看 所以我覺得這一集 它比較有點像是 比較不像是專業 它就像通師 就是看了就很單單單單單 但是就是一個 原來它是影響的方法 我相信這個東西來講 事實上是一個很 很容易理解 也算是一個 以後來講可能會變成是一個 險學一個常識 可是目前來講 事實上 這時候如果我們把它串起來看的話 你可能對 我未來要做 假設說我今天不是老闆 我不是經營者 那你也可以理解 現在這個議題要在講什麼 老闆真的搞不懂他在講什麼 你就可以理解 這一連串 那這裡裡面 那如果你是老闆的話 那你可能就在這連串 你可能就會顯示 我應該怎麼做 可是事實上就像 畢者講的 這事實上有難度 第一個來講 你如果能做綠店的部分來講 你可能就會投入去做 為什麼 因為畢竟它事實上是一種 你自己對公司有幫助 可是問題就是 你一般來講 老闆說 我也知道要做鹽房 我也知道要拼擺 但是我就沒有餘力 這才是一個定 所以它就是只能買外面 那我買外面來講 它價錢就收了定 所以這些會牽涉到一個點 但是至少就是說 你今天上完這集之後 你可以比較 聽完這集之後 你可以比較理解 就是說 如果說我有意思 不能說一聽到這個就可以 我有意思去做規劃 那你至少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前置的部分 可以去做一個了解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聽一聽也好 就是說 聽一聽 再跟你 跟別人 別人 比如說 其他的比較一些 你的訊息管道 你可以理解 比對一下 是不是理解上 是差不多這樣 對你其實都比較好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說 事實上 以這樣子的一個議題來講 以後它很難去避免掉什麼事 因為事實上 你會發現以前的綠 事實上在2024以前 整個綠 大家都還可以 增益之前 比對 可是現在2024之後 大家都覺得綠 好像都已經是很緊要關頭 這在你面前 你不得去面對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 就會倒閉的很多的部分 好比說今天來講 蘋果是想說 我們就是要為什麼 連它的整個氣氛被炒起來了 然後整個綠電 我們為了保護人類 所以我們的一個部分 就這樣 就要做那個 綠能相關的 你的產品 就要一個綠色的供應 碳中和的一個部分 碳中和的部分 那你的生命就變得到 整個部分 衍生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才是一個比較 對事情 一個比較 我覺得可以初步的一個了解 也有助於自己在 分辨事情上的一個判斷 事實上來講 像很多的中央企業老闆 都會說 我當然知道 我知道這些你沒有講 我也知道 我也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大概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說 還是一個比較殘忍的問題 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一個點 我覺得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 還是有對應方式 但是事實上 接下來的可能就是比較 比較專業的一個部分 因為事實上來講 它就是會變得比較 牽涉到場內的一個 建構的方式 或場內的一個部分 如果觀眾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言 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探討 比較細部的部分 好 今天先分享到這邊 掰